一只土狗被卖出几万元的高价 而且供不应求 这种浑身发黑的狗 究竟有什么魅力 中国最具灵性的土狗 五黑犬 原产地具有争议 五黑犬为什么价格会如此之高 有人说这种狗原产地是广西地区 是广西地区顶级猎犬 广西土猎的后代 该狗有一个特殊的标志 就是舌头呈现深黑色 二十年前五黑犬与普通的土狗 价格都差不多 几十上百元一头 但是近些年 五黑犬的价格水涨船高 如果你也想繁殖五黑犬 速度一定要快 因为大多数的品种狗 都经历过这种过程 刚开始的时候被炒至天价 然后大量的人去跟风养殖 几年之后 数量就会成爆发式的增长 而后攻大于求 价格成断崖式的下降 这是大多数品种狗经历的过程 最终剩下来 是真正喜欢这个品种的羊犬玩家 但是一只土狗被卖出几万元的高价 也可以看出 现在中华田园犬 在人们心目中地位非常高 是大多数人的论者 是大多数人的高价格地位 是大多数人的高价格地位